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爱 美军机再次降落台湾 促使近期本就敏感的台海局势更加紧张 据台湾联合报消息 美议员搭乘美国海军C40运输机 于11月9日18时在台北松山机场落地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9日深夜,中国军队接连发出两个警告 一个来自国防部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 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发表谈话 11月9日,美国国会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 立即停止一切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 否则只会把台湾带入深重灾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后 东部战区随后发声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笑表示 11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战区部队组织的此次军事行动 是针对有关国家在台湾问题上严重错误言行 和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所采取的 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举措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回击一切危害中国核心利益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今年6月和7月 美国军机都曾降落台湾机场 但差别在于解放军的反应速度 不仅是信息发布 还有军事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 这充分体现了解放军信息发布和军事行动的联动性 舆论和行动配合精密 迅速反制 这种军事行动的反制是同时发生的 在对方有所行动之际同步展开 战备警巡指的是警戒巡逻 这表明解放军各军兵种全天候待命 做好应对复杂形势下军事斗争的准备 岛内侵略媒体《自由时报》报道声称 解放军军机近期连续袭扰台湾西南空域 11月还未中断 10日早上五次进入台西南空域 一度与美军机相遇 报道还提到 台军在上午九时许 也在台湾北部空域三度驱离 疑似美军恒田基地无人机 而美军机E8C、EP3E、P8A 也在台湾西南空域飞行 11月8日 美军机被解放军军机中英文广播驱离 过程中 解放军军机又进入台湾临近空域 驱离时的喊话内容为 我是中国空军 你已接近我领空影响飞行安全 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 否则将遭到拦截 对于绕岛巡航的经历 飞行员孙璐宇说 第一次去巡航时 感觉很新鲜也很激动 但是随着去的次数增多 有种在自家院子里转一转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领土 一种沉默的宣誓 国台办11月10日上午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回答记者提问 有台湾记者问 近日 大陆网友传唱一首歌 2035去台湾 歌词说 要搭动车去看台湾好风光 引起两岸关注 也使得台湾民众更焦虑 认为是统战宣传 国台办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刚提到的是一首新歌吧 朱凤莲说 我以前听过一首网络歌曲 坐上高铁去台北 这两首歌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想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岸民众 对实现京台高铁 从福建到台北 这么一个远景规划的美好愿望 希望两岸应通尽通 更方便地往来交流 多看两岸美景 多品两岸美食 我相信 这个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 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 商务部近日发布一则通知 鼓励家庭根据需要 准备一定生活必需品 引发大陆民众猜测 两岸是否快要开战 另外 据报道 台防务部门预计 明年三月完成制作 战时民众求生避难手册 引发台湾民众对武统的猜测 请问发言人 对两岸民间的种种猜测 以及当前台海氛围有何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第一个问题 商务部已经对此做了回应 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第二个问题 两岸民众都非常清楚 台独意味着和平的丧失 和灾难的降临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 顽固进行谋独挑衅 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 这种胁迫民意 背离大势的倒行逆施 将极大损害台湾同胞扶植 也必然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和抵制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擦亮眼睛 不要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牺牲品 共同维护同胞切身利益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军方11月9日公布了两年一度的所谓国防报告书 台军这份防卫报告每两年出版一次 这是台军第16次出版该报告 在报告中台湾宣称 解放军已经具备六项对台作战能力 包括情报监真能力 联合封锁能力 联合火力打击 联合登陆作战 应对外军干预 战略支援能力 为了应对解放军的发展 台军提出未来发展的六大方向 包括发展远程打击 制空制海和网络与电子战能力等 在报告中 台军首次证实要引进AGM-154C等远程打击武器 和上次相比2021年度的防务版本 新增名为灰色地带威胁一节 指责大陆方面对台湾使用对台侵扰手段 网络战威胁认知战危害等等 台军宣称 这类手段往往具非战非核的模糊性 且未达战争门槛 以切香肠战术渐进式的升高威胁 运用正军实力 行速有力态势 不仅消耗台湾战力 也动摇民心士气 企图改变或挑战两岸既有现状 达成其不战夺台的目标 这个周末 有三大涉及中美双方的大消息 美国很巧合地一起对外释放 11月7日 美海军官网USNI 发布报告性质的报道 声称 中国在沙漠中建造模拟美航母战斗群 提高反舰武器系统实战能力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月7日表示 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不是要改变中国 而是要找到与中国共存的方法 维持台海现状符合美中台利益 沙利文为美中关系划出红线 也传递美中紧张关系必须降温的信息 11月7日 台积电已回应美国商务部供应链信息要求 向美提交供应链相关机密数据 美国所有动作都表明 美国将放弃台海 美国已经表态民进党政府如继续操作抗中保台 台湾安全形势将更恶化 两岸实力悬殊之下 即便是台湾岛内民众也认为 对抗大陆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台湾当局不顾民生 大肆举债向美国求购军备 加上疫情防控失责 谋求台独的民进党在岛内的支持率 也已跌到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有记者问 国台办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 统一后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 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台陆委会对此声称 大陆没有认清两岸现状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 两岸现状很明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谋独的政治私利 变本加厉地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购买军火 大肆以金元谋求所谓故邦 占用更多本应用于台湾民生福祉的社会公共资源 台湾民众辛勤劳动创造出的财富 如果不用于购买武器 不挥霍于金钱外交等无用之处 而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台湾民众对生活状况不会如此不满 展望未来 两岸统一后 台湾民众创造的财富 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升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